陈老师,这个亲近小站,很高兴认识你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会知道这样一个活动,这么一个团体 好,那因为在我两年前生病的时候 就是有分享到那一段就是生不如死的过程 当然我看了很多医生、中医、西医也检测过很多的检测 各位想到检测我都检测了 其实检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自己的健康 了解自己的五脏六脯的器官到底出了什么病变 可是当医生都说这个病变你不用理他 或者是说因为他还不到开刀 还不到严重到你要住院 所以你就暂时就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我身体真的是不舒服 我就真的很难过 而且那种难过让你死不了 可是也让你活得很辛苦 所以呢在当下我就选择了决定自己的身体 由自己来照顾自己来预防 那第一步骤我看了很多房间上面写的健康的书 那当然我那时候知道一定要先排毒 排毒 然后排毒的概念就犹如说我们人的一个 人的身体就像一个房间 你想要去把自己的房间变得干净 首先先把垃圾桶倒掉 所以我就上挂去找到了自然医学 中华自然医学健康教育研中心的清静音 那我找到清静音之后 我看了何永庆社长的报道 我看了清静音所有做的自然医学的排毒 那我觉得它是非常安全又有效的一个机灵 那我就选择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当参与的活动过程当中 我发现它对我们人体的照顾是很全方位的 它不是只有在两天一夜的排毒 而是在前六天它会告诉我们身体的养生之道 需要做个软身的动作 透过中医的十二基督去疗养 那当我这六天的软身之后 我又进行了这两天在外宿的饭店里面的 把我所有的相处四十几年的五丈六幅的宝石给它排了出来 那这个宝石呢 我们并不是杀它不骂它 而是用感恩忏悔之心 跟我们人共存这么久 我们请它到另外一个世界里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它是非常的人文的 它是非常的是和谐的和平的 所以那两天我在这边感受到这样子的情境 然后我把我身体的毒素一一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排了出来 但经过这样的五次排毒之后 我的气色跟我的皮肤 慢慢的不再从体内的毒素发出来 所以我很感谢有这样子的活动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 也因为这样把我的过去的经验跟快乐 跟不好的过去 也分享给我周遭 现在很多的同学 那大家就变成一起为自己的人生后半辈子一起努力 因为有三句话跟大家分享 有一天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对联 它上面右脸写着有钱真好 左边是写有贤更好 上面横批是写健康最好 那用这三句对联跟大家结言 谢谢大家 谢谢